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经审查调查 张国慧涉嫌严重违纪违法 涉案金额10800余万元 主要是脑子里装的东西装错了 脑子里贯权金钱 私欲 权利 利益 张国慧1965年出生 2000年成为了台安县房产处的副处长 随着职务的晋升 张国慧手中的权力也逐渐增大 成为了承建系统的一把手 也成为了众多房地产开发商围猎的对象 2006年张国慧利用虚假转让股权的方式 将房产出下属企业转到个人名下 并暗中操控这家公司疯狂敛财 他不仅把公司名下的一块国有土地 以私人的方式转卖给政府 获得了近700万元的土地补偿 更借拆动签之机 违规获得拆签补偿近600万元 多年来张国慧积累一下巨额财富 并建立起自己的官商圈子 在台安 一些商人想寻求合作伙伴或向私人借钱都会想到张国慧 2015年张国慧一次性借出1500万 三个月后不仅收回了本金 还获利330余万元 走到今天就是权利你分这么拾 把这权利用为自己私利 你像我走到今天就这个下场 全生钱 钱生钱 对金钱的追逐 让张国慧变成了一只贪婪成性的肚虫 被留置后的反思 也最终让张国慧清楚地看到了自己腐烂的根源 我不整这些钱 我自己都够 你说我扯这什么 啥用 我奉劝这帮人 一个是霸手 一个是举手 霸手是停止一切唯一违法的所有行为 举手 举起手来 带着张钱张务和事儿找组织投完自首 这是最好的了 再有一个是还 mosہ 这一本 fått的 ALL 之前还给你留住 明镜头 播剧场——ow расс月